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和对立越来越激烈 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 将向民众公开通俄门调查文件 与邮件门相关文件 该消息已经传出 宛如一时几几千层浪 立刻在美政坛引发了一连串风波 而后特朗普还罕见公开批评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称其对邮件门调查一事不上心 并表示了对他的不满意 第二天 蓬佩奥便宣布 将尽快对外公开邮件门相关信息 通俄门与邮件门事件 一直是美两党互相指责发起抨击的关键事件 在通俄门调查结果对特朗普有利的情况下 希拉里所设的邮件门事件确实是没有进展 特朗普如今挑起这一调查 就是在将矛头指向希拉里与民主党 不过 对特朗普如此针对的希拉里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日前希拉里再度发文抨击了特朗普政府的失职 并再度重申了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立场 直言 拜登将在11月大选中击败特朗普 呼吁美国民众投票给拜登 很显然 作为特朗普曾经的大选对手 政坛根基深厚 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希拉里 这回已经下场加入到了此次大选的博弈中 不过 这对特朗普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 并且如果没有担任职务 且不是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将拥有更多 更肆无忌惮的发挥空间 反之 特朗普除了能对希拉里造成舆论上的抨击之外 事实上并不能拿希拉里怎么样 希拉里的入场给今年大选带去变数的同时 也给蓬佩奥等白宫政客提了个性 毕竟 即便特朗普赢下今年的大选 也不过再当四年总统 但蓬佩奥等人却还得继续存在于美政坛 若特朗普卸任 或者由民主党人出任总统 蓬佩奥等人必将迎来清算 特朗普没能赢得此次大选 他可能还会更快迎来算账的时刻 毕竟特朗普已经被美媒爆出有税务问题 这意味着特朗普一旦不能连任成功 甚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可以预见 随着希拉里亲自入场 美国政坛估计又要热闹不少了 而且 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仍旧落后于拜登 尽管特朗普写出隔离后 就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竞选活动 但留给他拉票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不知道随着大选的临近 特朗普还会使出哪些手段 来挽救目前不利于他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